哈喽杨灿 我的宝贝 我说的话是真的 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声音 你整个人散发出一种阳光 我非常欣赏你 然后呢是对你有兴趣 你住在哪里呀 不好意思 我的声音很撒呀 我最近就是为了这个工作 做了很多很多的 付出很多的努力 也要常常熬夜 做编曲做音乐 然后仔细的去听他们唱歌 教他们唱歌 不是现在这两个学员 他们两个唱得好 就是做其他的 然后做他们的音乐 这是有真的 Anyways就变成岛上 But 没关系 这样就更性感 好的 你结束告诉我 结束的时候告诉我 今天好好去工作 要乖要听话 人家 就是公司教你做什么 乖乖的做 努力的做 而且永远给100分 不能给98 99都不可以 因为你为什么要给100分 因为你可以 因为你可以 永远要给人家你最好的一面 因为你是可以的 而且你应该 因为你一个这么优秀的歌手 你的未来 你的态度 会判断一切 我希望你拥有一个非常 就像你在舞台上的那种阳光 正面 正能量 而且就是必须要听话 你现在是新人 你需要就是机会 要乖乖的 对别学老师这样子 不顾身体 一切为了舞台 为了舞台 连命都不要的那种 全都不要学 这个是错的示范 我对音乐的热爱 我对我工作的热爱 这个我觉得可以学习 我是工作第一 然后我来接了这个通告 我是其实为了救他们 因为他们找不到人 他们请问 我是三天之内从香港 没有睡觉 把行李整理好 然后就赶过来 去隔离 然后为了做这个工作 做了一本 上一本书后的功课 写每一个学员的特色 优点在哪里 所以我才可以了解你们 所有人的声音 所以我记得你 记得你非常清楚 非常非常 所以你现在是 已经签了公司了 然后你告诉我 你签的是什么样的约 签的是经纪约 还是唱片约 了解一下 让GoGo姐了解一下 好吗 好 你没有签 那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今天反正结束了 希望不要太晚 甚至希望不要太晚 多晚我都尽量去等你 我真的想跟你聊聊 我真的对你非常有兴趣 你是你行的 宝贝你行的 所以我想多跟你聊聊 了解你的人 了解你希望以后做什么 什么样的风格 或者想做什么样的工作都行 现在就知道你有这个姐姐在你身边 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 就是让你多了一个姐姐吧 好吗 就这样想你多了一个姐姐 你太可爱了 我是住在这个叫黄冠吗 黄冠 酒店 所以呢 可能就是你结束之后 看我 我应该也希望结束了 我今天也就是拍真人秀 再加上什么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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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什么 后踩 对 那些我都没有机会录嘛 那天发飙 所以没有机会录了 我看我如果那个时候录 那个也不再会是个好效果 所以现在 现在他终于 他终于 给飞哥一个公平 公道的方式去 也有这个机会去唱 那我就OK了 我就没事了 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 去比赛就对了 什么做人就 所以现在我就没事了 我也觉得 做人必须要有道德 而且我对我的音乐的坚持 对我的学员 要负责任 所以呢 神取道了 跟PK 导演主也 看见所有网 网民都在支持这个东西 大家 大家还是理智的 观众是理智的 他们都知道 他们都明白 不公平的东西就是不公平 就是不可以 我们不能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就感恩他们还是改了 这个我就开心了 你昨天那首歌叫 Say Bye Right 我心里面一直在想 千万不要是Say Bye 不要在这个舞台Say Bye No 你Say Bye 这个 No 我要你继续下去 当然我也想飞个继续下去 你们两个都觉得特别好 真的 你们两个都是有兴趣的人 But Anyways 你们两个都永远都会支持的 还有范本彤 我有说对他名字吗 我就记得他PK王子 我现在都在跟他联系呢 我这是把真的真正的好的声音把它留下来 我一定要去对这个以后的这个乐谈 乐谈需要你们这样的声音 需要的 所以我好好去做 好了 结束之后找我 亲爱的 今天要一直 小安 我现在已经在帮你做功课了 在一个一个搜索 我想 我先把 我现在 因为刚刚中间你现在起走 我先把一个 这些 我喜欢的 我觉得你该听的 直接把歌也写给你 我觉得这样最准确 然后你自己听到 你觉得哪一个 哇 真的 很棒 你就把它整个专辑都听下来 好 我先发给你照片 就是那个 歌手跟他的那首歌的照片 那你就知道 怎么去搜索 亲爱的 我这几天的确忙 忙得辛苦 都到 那个全身痛现在 没关系的 本来就要 做人 做所有一切都是辛苦的 我一点都不怕 只是昨天痛到不要累 痛到不要累 这个就是很少见 非常少见 就是疼了 疼了 but anyways 我刚听了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 这个继续 连续 连续下去 你想 你想的melody 全部对我来说 都是珍贵的 我觉得这个 你不把它写完 我觉得还没有到 它应该到的 好像一个蝴蝶 你就想蝴蝶 蝴蝶的生命 有一些只能活三个 三天 有一些 亲爱的 我到了香港 然后 这几天都是 身体上的东西 我会很快 没事的 然后就会回来 那你继续写歌 你继续把你的音乐 做好 你有的就是 现在 就把功课做好 哈喽宝贝 你好吗 最近有没有在写歌 继续写歌 有好听的歌 你发给我 我帮你听 我最近是因为 调整自己的身体长 要去医院 所以呢 我在忙着这个 可是我晚上回来 还是有耳朵 可以听你的歌曲呀 对 我最近在工作上 我什么都不能动 but我还是心里有你哦 有什么 如果你想说的 告诉我 我打给你 ok 你是意思 我的妈呀 你们真的是 这一群 你们在好声音哦 有好才 有才华的人 我的心在低血呢 没有好好给你们机会 but 可是缘分 就是缘分 所以呢 你继续下去哦 你别 因为心情啊 疫情 而困着 或者最近 在发生什么事 这都是一个 怎么说 乌云啊 可是乌云 后面不是就太阳了吗 所以 你等那个乌云 那个风吹过去呢 你就是太阳 满满的 我就是把你吹走 那个乌云的那个人哦 我现在人不在内地 我在香港 可是我的目标 而且要做的东西 是很明确的 所以呢 你不要担心 也别急 你如果现在 有人要给你机会 我觉得 你一定要去抓着机会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一个缘分 right 就是我跟你的缘分 现在呢 我可能要 先把自己的身体搞好 然后再回来 而且回来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很大的东西 所以 我自己也很期待 所以呢 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宝贝 你别等 你别等任何人 有机会 就把他把握着 哦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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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你可不可以 再发一次 那首歌给我 我之前就是 开刀 所以呢 就一直在养身体 没有在看手机 你再发一次给我 我帮你听听看哦 看你可以尽快 然后呢 就还有一个手术要做 就刚好就是 下个礼拜四 所以 这几天都 心情比较复杂一些 嗯 就 三个月之内要 做两个大手术 我行的 我能够撑 然后 希望你一切都好 然后新年呢 快快乐乐的啊 然后今年 必须要有突破 做大事 做一些事情 是超越你自己 因为你有能力 你能的 你想到的 你就能做到 你一定能做到的啊 在这里我一直 新年快乐啊 宝贝 我宝贝 我宝贝